會卻不幸失敗 除了動作不整齊 這樣問題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我沒有給過關 有一個最大的理由是因為 我很不希望表演者 其實在表演的時候 有一種職業倦怠的感覺 這很重要啊 對 你沒有那份熱情的話 其實你沒有辦法騙觀眾 妹妹的表演態度不夠積極 是他們上次挑戰 無法過關的主要原因 激勵過上次 挑戰失敗的挫折之後 那位妹妹再度接觸訓練 再次挑戰白老會一雪前駛 雖然都是白老會風格的舞蹈 但是音樂跟表演內容 都重新編排過 這一次的白老會跟上次比起來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挑戰重點 這次沒有了 這次全部從頭到尾都一模一樣 這是非常正統的白老會 舞台方式的可見方式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人 腳沒有伸直 腳踩太大步 無所遵行 五 六 下 七 八 然後七的時候 你們腳一起伸直 再往臨時打開二位這樣 好 我們再一次喔 現在兩位再一次 要跟上線上 跟上 跟上對角 因為少了道訓輔助 再加上這一次六人的動作 幾乎完全一樣 只要有人快了一拍 或是位置不對 畫面就會明顯地不正奇 除此之外 這一次的白老會 還有哪些困難之處呢 老師獎金好保留 妹妹過關機會機 我覺得你從你的 每一個毛細孔到髮梢 到每一個指尖都要會說謊 所以你全身都要有戲 一 二 三 三 二 二 三 白老會除了整齊的舞蹈之外 還要表現出戲劇的感覺 因此每個動作跟眼神 都要充滿戲劇中力 才能把戲傳達給觀眾 10次10次你都要 這次邊都要笑 10次10次在這邊就要抬頭 你要穿過自己 養成那個習慣 你做什麼都就是這件 反射動作 這腳斑 右腳直 右腳很直 所以很累 就很重 4 然後沿著 你那個腳上 到這個位置 所以原重拍 就是5 6 7 8 1 2 3 4 5 到這個位置 3 2 3 2 5 6 好 出 1 2 3 出 1 2 3 4 5 6 7 先 八 八 八 三 4 8 6 7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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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妳就說把這個飛起來 因為我們那一天這個房很乾淨 所以我要看到妳的那種側臉 我要看到有希臘舌像 丟出來的側面的感覺 所以每一個側臉 我都要看到很漂亮 從睫毛到鼻子到嘴巴到下巴的線條 這次Kimi和老師對表演的要求 除了舞蹈整齊之外 每個表情跟動作都要一次到位 這顆表演看起來才會乾淨一落 先添出專業的感覺 但在這次的練習中 小蠻卻發生了意外的狀況 因為小蠻患有巧克力囊腫這樣的疾病 生理期一來就會伴隨劇烈的生理痛 第二次練習 她卻利用這樣子的全息 隔天的練習 小蠻加入了 雖然她努力想跟上大家的進度 但是身體的狀況 看起來還是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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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LOOK LIKE YOU BETTER IF WE SLIP TOGETHER WHY LOOK LIKE YOU BETTER IF WE SLIP TOGETHER WHY LOOK LIKE YOU BETTER BABY CUE 看一個台的感覺 你看看你講 這樣看起來就很像 你看看春度 春度 春 它就會預備 換 預備 這個身體才會有這些重的感覺 好 再一次 他們一直強忍疼痛跟著大家練習 只能在空檔蹲下來稍作休息 但這樣大量的活動卻讓她的身體也無法做 這一次的舞蹈中 原本就有難度很高的動作 讓你們練得戴戰兢兢 1 2 3 4 下 手要開喔 挺胸 最低 最高級 對 下 2 3 下 這要其實應該留下去了 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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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下 對 很好 你們看她如果腰挺住她就很漂亮 好啦 她現在就寫女級了 好 來 先跳 加油 加油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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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要用到大腿支撐全身的重量 著力的時候又撞到頭的危機 天美可老師考慮到他們身體的負荷程度 最後決定換個這個動作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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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5 2 3 4 5 2 7 5 2 7 5 2 3 3亮相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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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亮相 5 2 3 雖然四個練習的過程中 可以發現妹妹變得積極主動 不再會糾正彼此的動作 每次練習後也會錄影檢查 KIMIKO老師對於妹妹的表現 評價如何 這一次我覺得 我有看到不一樣 就是我終於看到了什麼叫做 這一次我覺得我很開心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眼神啊 還有動作都散發出 應該要有的熱情 我覺得表演 就是具備要有很大的熱情 才能站上舞台去做表演 給觀眾看 所以這一次呢 我覺得我很欣慰 就是我終於在這些小朋友的身上 看到了所謂的熱情 因為他們還這麼年輕 如果沒有熱情 以後怎麼要持續表演的聲明呢 所以呢 這一次呢 我們的動作啊 我覺得比上一次難度難得高的是 舞蹈的完整性 跟它的舞蹈性 因為我們上次是用了很多 特事部的方式來表演拍樂會 所以我們有道具 這一次都沒有了 我們這次純純脆脆的舞蹈 來展示他們的專業度 所以呢 所有的一切 你都沒有可含空 你只能用身體的每一次努力 來告訴觀眾 我有認真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明天 也可以拭目一大 我相信呢 我這一次台語看到他們的表現 我對這次的表演 很有信心 在驗書前 製作單位準備了 上次妹妹表演的影片 給大幕老師跟蔡佳麟老師 看過一遍 並由KIMIKO老師 向他們解釋妹妹挑戰失敗的原因 讓另外兩位評審 也可以了解創狂 經過上次的挫敗之後 妹妹這次練習 格外認真投入 他們能不能一缺堅持 挑戰百老會成功呢 辛苦了 你們期不期待 真的 超期待 現在要慎重的介紹 讓我們歡迎 最精采的舞蹈表演 大幕老師說話 沒有 他自己還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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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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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這邊亂說話 是不是 認真的興奮 好的 鄭重的跟各位介紹 全球華人朋友 雪恥之旅 今天要真正驗收了 歡迎妹妹帶來的 百老會表演 謝謝 加油 氣勢 讓了... 美喔 帥